這個案例完整的演繹生命之戀 病人在一開始的時候被路人發現 進行了CPR急救 後續醫護人員到達現場給予去戰電擊 送往醫學中心做後續的復甦治療 可以讓病人完整的出院 神經學功能恢復正常 叫叫CAB它不只是一個口號 它更是可以拯救一個生命、一個家庭 此案例它就是一個完美的案例 讓生命之戀做一個完美的結合 患者到院疑似急性心肌梗塞 互聯絡心臟血管內科醫師 預計施行心導管檢查 在急診處置期間 又發生多次嚴重心律不整 給予去戰治療 並且於心勃恢復之後 心跳人慢 為增加病人的安全性 於心導管檢查之前 又聯絡心臟血管外科醫師 放置葉克膜 之後完成心導管治療 放置植入性去戰劑 病人 經內外科急重症治療 順利康復返家 通常入島 到被人家發現送來醫院 都已經經過一段時間 能夠存活的比例 是少之又少 這個案件非常特殊 就是他當下 有募集民眾 馬上幫他做CPR 而且消防車消防局人員 到達的時候 也立刻進行高品質的CPR 和電擊 所以這個病人 因為完成了前面兩個 相當關鍵的步驟 所以才能夠保存他的腦部功能 那張基呢 在推廣CPR的部分呢 其實我們已經推廣36年了 總共舉辦數百場 的這個訓練的課程 那所教育的民眾呢 已經達到38萬了 是目前全國推廣 CPR教育最多的 那其實呢 我們一般的民眾 看到有人倒在路邊 發現他沒有心跳跟脈搏的時候呢 就應該馬上幫他做CPR 那如果附近有AED的話 就應該立刻去取AED來進行電擊 你也可以打電話給消防局 他會在遠端 直接指導你如何做CPR 即便你完全沒有任何經驗 都可以很快的上手 那像這位病人呢 他就存活出院 是躺的進來的 走的出去的 以上 彰化人彰化是記者林明佑採訪報導 第一次回到HK 每次回到HK 有限期間 每次回到HK 沒時間到HK 沒有時間到HK 那是在HK 沒時間到HK 沒有時間到HK 有時間到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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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